冬天来了天变冷了我也理解大家都变懒了 但是越是这样咱越不能松懈 今天呢我就收到了比亚迪圆plus的邀请来参加一个 他们跟keep联名举办的元气训练营的活动 来一场冬日运动 俗话说的好吗生命在于动态 那在我身边呢就是圆plus了 大家看是不是它跟之前的车型还挺不一样的 这个就是新的圆plus冠军版 它的内外都进行了一些换新 那首先呢就是外观颜色的一个升级 新增了两种颜色绿冻紫和氧气蓝 我觉得这两个颜色都还挺元气的 首先就是这个绿冻紫的颜色啊 我个人来说非常喜欢 就是有一种温柔之中带着活力的感觉 给这个萧色的冬天增加了一丝亮丽的色彩 除了外观颜色的换新之外呢 内饰也新增了一种配色 就是你们现在能看到的这种双拼的米色 就还挺适合冬天的吧 就是一种很温暖很慵懒的感觉 然后除了颜色之外 其实我一直觉得圆plus内饰的一些设计点 就还挺有新意的 也挺出圈的 它这个门把手啊 就是握力器的那种感觉 除了能开门之外 上面还有氛围灯和衍生器 又做了一个集成 我觉得这个还挺有巧思的 还有就是这块像亚铃片 这块像跑步机的这种跑道 然后包括内饰的一些线条 就很有力量感 很像我们人体肌肉的这种线条 就整个内饰给我的感觉 就是非常的青春洋溢 那除了你能看到的这种升级之外呢 它还有一些配置上的升级 比如说现在前排有了座椅通风加热 还支持远程启动 像冬天很冷嘛 我们就可以用手机的APP 提前把座椅加热打开 包括空调也可以打开 这样你上车之后 就能有一个比较温暖的 比较舒适的这种空间 再一个就是新增了宝宝模式和擦屏模式 擦屏模式顾名思义 就是你需要擦屏幕的时候把它打开 就不会误触了 宝宝模式首先从安全层面考虑 它会把后排的窗给锁住 然后就防止宝宝在后排的时候不小心碰到 还有就会播放这种宝宝喜欢听的音乐 这种考虑到宝妈的需求 你就不用再去哄孩子了 省去了很多麻烦事儿吧 然后再一个就是后排现在新增了隐私玻璃 包括后风挡也是 就能够给后排营造一个相对比较私密的空间 现在它也支持智能上下电 就是你上车之后 虽然它这有一个启动键 但你不需要再按了 你直接就挂挡走就可以了 然后下车的时候也不需要再按这个键 直接锁车其实就已经下电了 就省了不少心 现在我们就跟圆plus一起开启元气满满的运动吧 哎呀今天过得还挺开心的 感觉动一动之后啊 整个人的状态都变好了 刚也了解了一下 就是圆plus这台车整个的销量真的还挺好的 它从上市以来到今年的10月份为止吧 一共卖了有50万台 真的销量不错啊 而且我们在路上经常能够看到它的身影 我觉得一台车之所以它的销量好 不光是它的产品力足够强 主要是像这台车 它所展示出来的这种理念 其实跟我们今天的活动啊 包括我们的人生态度都是相符的 就是那种青春活力元气向上的人生态度 也希望屏幕前的你能够拥有元气满满的每一天 好了这就是这一期的车头出见 我是经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